拿着针孔侦测器 扫遍各个角落 首尔市府成立搜查队 担任保护女性的前线部队 在南韩未经当事人同意 拍摄或散播私密影片 最高可处五年徒刑 不过许多人只被判缓刑或罚款 也难怪2018年偷拍犯罪人数 比2016年增加20% 女性发起示威 抗议偷拍犯罪猖獗 更令人担心的是 影像上传半年内 就会散播到2700多个网站 南韩政府为了加强扫簧 找来16位键盘战士 负责监看网络打击偷拍犯罪 根据法新社YouTube和推特 宛如偷拍影片的大平台 监控小组得把握 24小时黄金时间 阻止影片散播强制下架 单新闻就不先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